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有农民起来接受党的教育 走上跟着道路 反对反对什么 但他其实里面有很多非常朴实的生活的这种东西 大量的 甚至这种内容是大量的 农村的朴实的风俗啊 风土人情啊 生活 大量是这些东西 是吧 所以后面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些后面这个 梁冰自己有讲 梁冰的发表创作的 他谈红旗普的创作 他谈到他的经历 经验和个人记忆 他说了 按照他的说法 朱老宗 炎智和 韵涛 江涛 大贵 二贵 春兰等文物都有原型 都是他少年 青年时代曾经经历过的人和事 并且在他过去的中短片小说中都曾经出现过 梁冰这样解释革命为一所需要加强的美学因素 书是这样的长 都写的是阶级斗争 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 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 就要加强生活的部分 于是安排了韵涛和春兰 江涛和颜平的爱情故事 扩充了生活的内容 那么大家注意到 就是这些情节被作者称之为生活的内容 而那些革命斗争 革命的斗争的生活显得属于另一个范畴 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 红旗普在当时引起轰动 是得利于他所表现的革命历史的内容 他正面塑造了革命人物形象 但是这些革命性的内容只能保证他在政治上的正确 保证他具有足够的政治色彩 并不能使他理所当然的成为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 要让读者读下去 他必须要有生活的内容 所以其实这部作品的革命内容非常有限 大家看看我在这里说的 小说一开始就表现阶级斗争 表现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比 但是这里做足了功夫酝酿的序幕 并没有多少激烈的斗争场面 地主阶级和农民的那种深仇大恨 阶级仇恨在这个作品中 并没有表现得那么充分 地主冯老兰 这是要炸一口钟 要把这个钟炸炸 然后这个农民要保卫这个钟 那么本来传统的这种叙事呢 我们中国古内小说中都有 杀父之仇 然后才会是 过去是叫做杀父之仇 现在是叫阶级 他把他置入了阶级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大家看这个 唐宋传奇也好啊 这个三科派案惊奇啊 像这些派案惊奇 这些东西 这些都有杀父之仇 那是最大的深仇大恨了 莫过于此了 是吧 在中国社会来说 后来呢 有阶级仇恨 要超过这种家庭的 家庭的伦理的仇恨 过去叫做嗜仇啊 是吧 这个嗜仇是什么仇恨 就是一个家族和另一个家族的仇 可是一个地主阶级和另一家地主的仇 是吧 一个富农和另一个富农的仇 或者富农和地主的仇 或者农民和农民的仇 但是后来这些仇呢 就被变了 这些仇的变成 变成阶级的仇 只有什么 农民和地主阶级的仇 这个仇要大于一切的仇 是吧 是整个阶级的仇 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看 就是这个杀父之仇 它是很隐悔的 它不是直接的 那么朱老鼓它是被气死 它并不是在直接冲突中被地主打死 是吧 它如果说良兵 它如果真的要 有这方面的经验 有这方面的记忆 那写这个地主阶级多坏 它当时扒出枪 或者拿出什么刀 把农民杀掉 是吧 这不是更能及其仇恨吗 它其实没有 它是被气死 它是被气死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 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 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历史神话 在这部作品中并没有坚实的根基 地主冯老兰的恶巴形象几乎是宣判式的 它的所作所为是霸占土地 但只是通过各种诡计来实现 如果地主恶巴是那么凶的话 它明火之杖抢就可以了 大家看看现在这个重庆的黑社会 是吧 重庆打黑 是吧 它都抢 是吧 它都说拿两把枪去 这个你这个投标 你不要举牌 你如果举牌 你这一条胳膊一条腿就没了 是吧 它比过去地主要更多 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呢 现在没有打黑之前 他们都是党员 他们都是南大代表 政协委员 那都是局长 是吧 有一个还是公关厅副厅长 是不是 他们是这些人 是吧 那么过去地主恶巴 他要用很多诡计 阴谋诡计 他也不敢那么明火之杖 所以那种阶级 当然现在这是黑社会 黑社会是另一回事情 是吧 所以就朱老宗的这道故事线索而言 那么这部小说看上去 传统小说冲突去乡 归乡的复仇模式 并没有多少区别 那么严治河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到济南监狱去看 运涛 他还想去找冯老兰借钱 这当然可以用来说明 农民阶级觉悟不高 但也反衬出地主阶级的 冷酷和狡化 但他也不自觉地表现出 乡土中国农村的 人伦关系 并不是绝对的阶级对立 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 还带着浓重的小红色彩 这里面呈现的历史 被打上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 翻身革命的印记 但在这个印记下面 依然可以看到 乡土中国的那些自然形成的 经济关系和人伦关系 所以就说这些被称之为 革命文学的经典的作品 它并没有表现那么激烈的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它的革命基本上是一个宣言式的 宣告式的 而它大量写的是 乡土中国的那种 人伦叙事 人伦关系 是他们之间的那种 是吧 那种甚至非常真实的 能够还原为乡村经验的 那样一种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解释 革命文学 为什么在当时 它能起到那么强大的 艺术的感染力 那么在今天 它依然在 依然具有它的文学性 就是它的文学性 是发生在什么地方 在它的革命的理念 合法性 合理性 失去了之后 它依然具有的这种文学性 和我们依然能够感动 我们的品质 在些什么地方 所以我认为 他们二者之间 它依靠生活 依靠经验 依靠它对乡土中国的 这种人伦关系的表现 是吧 依靠人物的这种刻画 这些东西 都是文学的基本的素质 它和自然这些文学 和那些文学 它们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致的 只是它多了一个 革命的理念而已 所以 我有一次开玩笑的 和几个朋友讨论说 我的革命文学作品 你只要不看南一号 你从二号开始看齐 这个都跟我们的文学没有区别 是吧 梁生堡 除了梁生堡革命的以外 其他的 你看 它只要去掉南一号 是吧 这个 它就 叶阳天 也是这样 是吧 你看别的很多 也很成功的古城 你不要把他那种革命 革命在他的那种概念化的意义上 你把它转化 你把它转化 它实际上是转化 比如说 我从我们的 没有成长过一个革命者之前的那种 阅读经验来看的话 它是存在一种转化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休息五分钟 四点钟了 四点钟了 下课了 好 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上课 那么其实的这个 梁兵的 他自己还提到一些 他的创作经验 他也谈到 就是说 他为什么 觉得他写作 他有一次也谈到他创作 为什么 他觉得他创作最得意的 写的最得意的是什么 他写的最得意的是 比如说他写这个 这个一屋子的人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那个 那个春桃 撩起一个莲子 一撩起 又 一屋子的人都在 他比如说 他写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自己觉得特别得意 他特别得心一手 他觉得 特别有感觉 那么 你也会发现 就是说 这些革命文学的 作家 是吧 他们的这样一个经验 他们这样一个经验 最津津乐道的 他不是那个阶级斗争 农民如何这样一个 起来反抗 是吧 如何成为一个革命者 他津津乐道的 还是那种 乡土生活的那种情状 那种和他的经验中 他最能够理解的 活生生的 那些人物 它是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 就是说 革命文学的作家 完全是被意识形态俘获 他们的写作 完全是在一个 政治的概念化的底下来写作的 其实呢 你看他们谈创作经营的时候 他谈的非常多的 都是他的记忆 他的个人的记忆 他过往的一种经验 是吧 那种活生生的那些场景 他觉得这些 而且革命文学 我觉得 洪奇谱也好 野火城风道古城也好 创业史也好 小城春秋也好 我觉得像这些作品 他们都有非常活生生的 那种生活的表现 有那种人物 有那种情感 有那种非常真实的 非常内在的 那种那种东西 我觉得那个 是文学能够存在的 和始终起作用的 那种东西 刚才休息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提问 他说 比如说像法国新小说派 那种形式主要的东西 那怎么去认定 他的文学性 是吧 那么今天看来 有些东西都非常失败 也都读不下去 法国新小说 那这也叫做新浪潮 在电影方面 新浪潮电影 是吧 萝卜格里叶 那么这些人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那么这是另一个极端 就是说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怎么会在当时 会那么乐火朝天 他们和革命文学 是另一个极端 它完全是形式 语言叙述 所以你像这个 像这个橡皮 像这种东西 它一直都在 一个种迷宫里面 来叙述 是吧 那么还有 像其他的这个 西蒙的 那么这些作品 他总是在追求 这个物像 语言叙述 怎么去接近这个物像 接近这个过程 那么法国新小说 但是也 我认为是非常深的 深刻的影响了 中国新风派的作品 比如像于华的一些作品 是吧 我的那个 书里面 无边的挑战 曾经分析过 法国新小说 对于华的这个四月三日事件 十八岁出门远行等等 那些作品的影响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那个年代的就是 其实我们会发现 文学性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动态的 它确实有相对的 这种历史的关系 是吧 它在不同历史时期 我们会对文学性 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在五十年代 在法国那个时候 它有哲学 存在着为哲学 那么现象学 符号学 有这些东西 它然后 在背后起一种作用的时候 对文学艺术的理解 文学的观念 文学的方法 它都会发生一种变化 那么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过电影 叫做去年在马里昂吧 罗伯格里耶呢 看过吗 去年在马里昂吧 那么我们中国是在 八十年代那个时候 粉丝斯特邦 有不久看的 但是看了我们完全 我完全被震惊了 就一部电影 那个时候还要看那部电影 只要当那部电影来看 我觉得 这样的艺术 实在是让我非常非常震撼 非常非常纯粹的艺术 那么在当时 它当然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那么在今天 这种作品肯定是 肯定是不能够 没有人看的 不会有票房的 是吧 现在只有像那个 风声那种说吧 言行口打 扎针那种才能起作用 它是这种东西 但在那个年代 确实一种观念的东西 的冲击力 它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所以我们说文学性 它有时候也是一种观念 也是一种概念 也是一种哲学 它也是混合在一起的 所以在模拟上 文学性它也是不可定义的 它是不可定义的 你说它存在 存在什么地方 它没有一个普遍的 没有一个普遍的东西 可以规定它 我们一方面会说 在不同的时期 会有不同的文学性 另一方面我们会说 总有超时代的文学性 萨士比亚到今天 还会感动我们 是吧 托尔斯泰到今天还会感动 所以它总是既有那种 历史的 随着历史的变化的 不同的文学性 同时又有它不可更改的 那种动态中形成的 那种文学性 所以我说文学性 是一种最小值 它总是有一种最小值 你们解数学 有什么最小值 最小值那种东西 这个我不谈了 那么所以革命文学 要理解它呢 就像我特别欣赏 罗朗巴特说的一句话 就革命 在它想要摧毁的东西内 或者它想具有的东西的形象 文学的写作 既具有历史的异化 又具有历史的梦想 所以这句话几乎是 我的 我理解革命文学 理解文学的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时常在我的耳边响起 好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今天这个时间 好像也过得很快 这个剩的时间不多 那么关于红颜 红颜我相信 大家都很熟悉了 是吧 你们中学都要受革命传统教育 是吧 都读过了 是吧 它的故事 大家肯定是知道 小说叙述的故事 在1948到49年 解放前夕的重庆 国民党反动派 以最后的疯狂 穷凶极恶的 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 但是这些概括 都不能完全的还原那部作品 那么共产党人 进行了英勇捉绝的斗争 其特别之处的 在写说共产党人在监狱中 经受了种种非人的磨难 却坚强不屈 与敌人进行了 殊死的斗争 小说写的是 黎明前的黑暗 是革命历史 在历史化的文学戏中 最为悲怆和壮丽的篇章 那么 这些呢 大家都去过 去过这个重庆吧 没有 扎子洞没去过 我去过 我当然去过 去过了 我还去参观了 那些什么 鸡中营什么的 我当时是看 后来去关杨虎城的地方 我去看了 那在重庆的一个什么 那在贵州 我现在都搞混乱了 好几个地方都有 那么 当时我到重庆 后来那个扎子洞 到了重庆 那个什么白宫馆 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 但是我看他们 狱中 我看了有一个 很惊奇的地方 就是他们狱中 还有这个什么赛诗会 还有很多那个狱中 他们写的诗 他们还搞诗歌 那里边都贴出了 很多那个照片 都是那些很青春的 这种 十八九岁的女学生 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真的今天看起来 都是狼猜女貌 都是亮男俊女 俊男俊女 这个我说 我当时有一种 非常复杂的一种情感 一方面 我又觉得 这些非常可贵 他们为了革命的信念 为了革命的理想 参加革命 是吧 然后英勇献身 但那方面 我有时候也会 为他们惋惜 这个他为什么 要参加革命 然后这么青春的生命 怎么就 失去了 我一直 又有一种惋惜 当然我后来 也战胜了 我的这样一种 这种 错误的这种思想 就觉得为革命献身 他是光荣的 生的伟大 死的光 是吧 他是值得的 那样的青春的生命 献出去 是吧 能有更多的人 求得解放 是吧 能够过上幸福的 美好的生活 但是我确实去那里 给我的感受和冲击 非常非常强烈 非常非常强烈 那个后来 我又去重庆 又去看了那个 红卫兵的陵园 不知道你们去过吗 也是在重庆 重庆的 重庆的 重庆的附近 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武斗啊 很多 那个 那个 红卫兵的那个 墓啊 墓墓 上面写着都 他们也就 二十几岁 有些十七八岁 中学生 有些大学生 大部分中学生 十七八岁 十八九岁 我当时也非常感慨 我就沿着那个阶梯走上去 当时其实呢 我一直往上走 只有我一个 他们这个两个人在下面 因为他们老走那个坟墓 他们因为陪我去 然后确实是整个陵园 那天我去的时候 接近黄昏了 那种阳光从那个树林里 透进来 然后风在那里吹 然后这个坟墓 墓地的非常的这种树木 同时我确实感到 这些人都是青春的生命 就藏活在地底下 他们为了一种誓死捍卫毛主席的 无传结革命路线 我后来想一想 确实是毛主席革命路线 跟他们什么关系 我一直没搞清楚 那么内在的关系 但是在那个年代 因为文化大革命 我才比较小 六六年 六七年我比较小 后来大一点 后来大一点 慢慢理解 但是我反复地去反思 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 就是他为了很多观念 一直在为很多理念 他在奋斗 他在奋斗 其实我们没有理念和没有观念 我们是可以生活下去的 我们生活是可以进行下去的 而且会进行得更好 我有时候觉得会是这样 但是你会发现 从现代以来 我们中国的历史 就是为了很多的观念 为了很多的概念 在进行一种激烈的一种斗争 当然其实我们说的是观念 说的是概念 但是背后是强大的政治 是吧 是强大的政治 而政治的背后是一种政权 是吧 政权的背后就是权力 它实际上是这么一种关系 我理解到这一点 我慢慢才理解了一点 但是也不能说我完全理解透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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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